东城进训所工艺编织班成立多年 作品包括了织品服饰、刺绣艺术等等 目前所内着重进行的编织类 就有毛线编织以及刺绣中的电车绣、十字绣 在推动编织技能训练当中 所内四名难收容人利用两年的时间 用十字绣四人分工 总共以64万针刺绣 完成这幅精美的清明上河图 扎根的功夫完成兼手内 不可能任务 东城进人训练的时候同学是男性的 男性的收容人都可以坐下来 肯花时间专心的一针一线刺 代表他内心真的有悔改向上 收容人学习一针一线的功夫 向下扎根的缝织到完成一幅精美作品 象征着生命教育的洗礼和重生 对更生人来说 不失为人生重新的开端 希望他们要以舍为有责不贪 他不行再跟以前一样 因为贪恋 贪恋就是贩卖毒品 他现在要A一点钱 所以他要舍弃很多 那以情为负责不贫 他勤劳地做就像这幅画 要花了两年时间四位同学 他就不会感觉到贫穷 如何吃苦才能重新出发 日前纪训所举办的成果展 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 还有陶艺 烙烧画 十字绣 园艺以及包子等等作品 而索方也计划将这项十字绣文化发展成为一项文创商品 目的就是在鼓励收容人出所之后投入就业市场 能够顺利的富贵社会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